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上期节目做了一期中国 10亿居民信息泄露的这么一期节目 做了之后有很多朋友问了我很多问题 本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做一期节目差不多了 但是也架不住在留言区 很多朋友追着我问 我干脆我就再做一期节目 连带着回答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 然后对于这件事情在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补充 关于那已经曝光出来的泄露出来的那些资料 你查一查有很多事情随便一查 随便一说细节一看到都要上热搜的 咱们放到后边咱们慢慢展开讲 咱们先看看网友留言是怎么说的 这里有网友对我提问 请问一下在哪里可以查到自己的信息 谢谢 有很多人担心自己的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 我可以这么说 10亿人肯定包含你的信息 但是已经公开的里面 未必有你的信息公开只公开一小部分 有些人想查你 现在你还没法查 这个只是公布一小部分 你还有人说下载代档下载 现在也没法全部下载 就不可能给你全部公开的 全部的资料 所有的资料那是黑客 他要拿来卖钱的 他要卖10个比特币大概是20万美元的 现在截止我做节目的时候 已经有人出价6个比特币了 大概就是10多万美元 你得看这个比特币 它的价格现在稍微又涨了一点 大概已经出价超过10万美元了 就是说有没有人出真正出10个比特币 把它给买下来 这个还真不好讲 我觉得你把这个资料要是给拿过去了 你要是够坏 他能够给你带来的钱 可远远不止这一点 当然了 咱就是说咱就不交通学坏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目前公开了多少 目前的公开数据是多少人的数据 是25万人的数据 全部公开 现在人家不可能全部公开 他怎么卖钱 对不对 你要想查你的信息 除非你出10个别的币你去买 你买了之后 你估计你敲诈贪官都能回本 怎么说不是说不教人学坏的 是吧 你拿这些信息 你可以查什么 什么那些贪官 你直接就直接敲名字就可以了 你各省市级那些什么 这局长纳书记了是吧 你直接敲名的搜索关键字 是吧 查他的开房记录 几月几号开房记录跟谁去开房 是吧 时间地点人物都能够查到 然后你找到他给他打个电话 或者说给他发一个电子邮件 你的信息我有花钱消灾多少钱 你找他要10个比特币 是吧 你看他是给还是不给 如果说是那些有钱的 他们贪污社会都是上亿贪污的 他根本就不在乎这点钱 是吧 你随便你去敲诈点贪官你都能够回本 当然了对于好人我严重的不建议这样去做 这是今天观众追着我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怎么查信息 第二个怎么下载 这个你就不要想要下载 你也不要查了 只是公开一小部分 那么再讲第三个 就是说目前已经公开了这些信息 有很大的事有很大的问题可以说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 中国他现在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从这个数据就体现出来了 这里咱们看一下叫易富贤 他是大国空巢的作者 他发的推文 他说上海公安数据库泄露了10亿人口数据 其中25万人数据已经公开 我拿到了分年龄性别人口的数据 正在进行详细分析 中国人口危机的严重程度 就出乎大家的想象 这如果说是我来说的话 可能没什么分量 人家是写了大国公巢 专门对于人口年龄这一块有过一些系统研究的专业人士来说这句话 那就相当有分量了 当然了类似的观点我之前我也说过 中国的养老金亏空 中国的老龄化 你看老人越来越老 年轻人躺平不愿意生孩子 韭菜长不动了吗 这就是从这么一个25万已经公开的数据 能够查到中国老龄化已经是非常的严重 也可以推演一下 可能再过10年20年 中国的人口将会成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那时候大街上你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了 这是第一个 这透露出来的信息 那么还有一个 今天咱们节目的下半段重点要讲的 就是一个中国的治安问题 比社会问题多如牛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已经公布的 这25万信息里边已经公布出来的一些信息 你看看这些东西有哪些信息 有因为被强奸之后自杀的 有外国人自杀的 有欠高利贷自杀的 有城管他自杀的 可能城管他干完事干了太多了 他打小伤小伤打太多了 内心当中愧疚良心过不去自杀的 还有非常离谱的自杀 还有各种各样的强奸 然后还有约炮 然后还有各种最让人发指的 这里居然也能够找到那种小朋友的幼儿园 那种事情也能够发生 还有什么乱轮的 还有那种人口拐卖的 这里还有人口拐卖的都有 从这25万已经公开的这些信息里边就能够查到这么多 社会事件不关事件 你把其中的几件事你随便你把它细节一还原估计都能上热搜 你说关于小朋友事件的 每一件事都是一个红黄蓝事件的翻版的 还有那些什么强 强奸的哪一个事件是吧 都有可能是唐山事件的翻版 还有那些还有关于人口拐卖的也有 每一件事你放大的细节有可能都是铁链女事件 这是冰山一脚冰山一脚今天讲的 这只是已经公开的部分信息冰山一脚的随便一查 那都是集业都翻不完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是吧 这种让人不安的事情那都是那真的是多如牛毛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已经被曝光出来的 那只是九牛之一毛 这是我们能够我们无法想象的这个社会 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那么节目做到这里呢 又感觉中国居民呢 我都不用中国公民了 因为中国人民的身份证后面写的是中国居民 都是韭菜的命运 一查一查的歌 一查一查的歌 是吧 你这一波资料泄露 可能余生都要面临一个骗子 电信诈骗 敲诈勒索 或者说要绑架 你家里有钱了 他绑架你小孩 是吧 会面临着这些威胁 那么这件事情过去之后 有可能国家层面马上又来拿这件事情来做文章 干嘛 你看到没有 我们资料面临泄露的风险 所以说我们为了防止诈骗 我们都要全民安装反诈骗APP 墙盘先安装 到时候还要组织工作下拉工作 然后各级 然后每个人摊派 他们都聚会 每个人都要装 装了反诈骗APP再装什么学习强活软件 然后再装其他的其他的 本来人都是裸奔的 就是说本来已经被割了很多茶韭菜了 然后这一波资料泄露过去之后 还要再被哥尔波韭菜让渡出更多的权力 跟自由让给政府 你装反诈骗APP不就是裸奔了吗 那也是裸奔的 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还有人说老黑你操这个心有点操过了 在中国哪有什么隐私 在中国你什么隐私 你什么数据不是共产党所掌握的 想想也是 想想也是 你在微信上 你在kq上 你何尝不是裸奔 我操这个心干啥呢 但是该说还是想说 就是说还是要防防备心还是要建立起来 因为每个人都不容易 穷人 我虽然我都说什么穷人 你已经没有什么好被骗的了 有人还说了 那也不能够就说你穷人 你就放动警惕了 是吧 穷人起码说身体器官还值钱呢 对不对 在这里就只能说没有人是安全的了 节目做到这里 只能够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 希望大家能够家庭安康 别出事 家和万事兴过好小日子 好吧 那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收看 对了 节目到最后 我要给自己打一个广告 由于我的频道 目前是被谷歌算法血藏 我有超过大概80%的观众 他收不到我节目的推送 所以说我建立了一个电报广播频道 电报广播群 大家可以加入电报群 进了电报群 就等于说是防失联了 就跟以前在微信时代 怕什么公众号被删 加微信好友是一个意思 大家可以加下面的电报广播群 好吧 那么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收看